李一峰总能轻易化解记者的各种雕酸问题 机智的回答让女记者脸红了 娱乐圈很浅 明星们的各种生活 都会被曝光 在各种有意无意的镜头下 娱乐圈很深 很多不愿被大家发现的另一面 总是被深深埋藏 当然除了深与浅的争的扑朔 还有明与暗的较劲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桂圈环境 想要大火 不仅需要过人的专业技能 更要智商随时在线 面对记者们的各种刁钻的问题 务必施出十八般武艺 达到圆满的结局 要说智商在线的明星 不得不举例我们看似呆萌的李一峰 这位机智的少年 往往简单几句话 就化解了记者们的名枪案件 简直让人忍不住双击666 当面对各种质疑的身影 李一峰果断色黑 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确实一直在学习 没有什么才华 就单品长得帅 所以那个时候喜欢我的人还挺肤浅的 言下之意 现在一直喜欢我的粉丝们都是有品味的 不仅正面回应了眉眼记忆说 还顺便款了一下自己的粉丝 真是机智如你 卖萌的最高境界就是 自己不说自己萌 等着别人说自己萌 而且是故意等着 少年 太机智了 主持人太刁钻了 问道 如果杨幂和唐嫣同时扔到水里 你会选择救谁 李一峰居然说 要成全这对好姐妹 让他们同年同月同日飞升 你问过刘凯威和罗进同意吗 不过总算是巧妙避开了得罪人的选择题 记者问 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 机智的李一峰果断聊了下记者小妹妹 喜欢像你这样穷追不舍问问题的小女孩 机智少年 你这样说 以后记者小妹妹怎么还好再问问题了 旁边的李文也果断补刀 记者妹妹脸红呢 全场果断笑翻了 主持人想要李一峰展现在青云之中入魔的感觉 你这面贪男神赐个字 注定要被李一峰整骨了 好吧 全给你了 你要的入魔 连旁边的损友陈伟婷也忍不住坏笑 记者 觉得自己的民国造型帅 还是古中造型更帅 李一峰 哇 都很帅 因为都是我来演的嘛 记者 自信心又上升了很多 是吗 李一峰 总是这样 真不好 任性 这任性二字果断相严肃的采访风格 变成了逗笔风格 不过李一峰说什么 好友陈伟婷都表示赞同 不停点头 有个完全赞同自己的损友真好 好看的皮囊 千篇一缕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这一点我是福气的 来 摸摸头提高下智商